你要干什么 这箱子是我的 这箱子是陈小索先生的 我就是陈小索 谁能证明你是陈小索 这箱子里的一切都能证明我就是陈小索 可你得先证明这箱子是你的 我把它打开不就完了 你不行 你不能打开 什么 不能打 我的箱子我不能打开 请你躲开点 不行 请你让开 我不 那我就不客气 我要报警了 我要报警了 小伙想拿走自己的行李 服务员却让他先证明自己是陈小索 不然就不让他拿走行李 可能证明他是陈小索的东西都在行李箱里面 不打开就证明不了他是陈小索 为了证明自己就是陈小索 小伙决定强行打开行李箱 服务员拗不过他 就打电话报警 一看对方报警 陈小索吓得就溜走了 那么陈小索为什么这么怕警察呢 原来陈小索的父亲陈金锁 当年是国民党的一个警察局局长 后来逃到了台湾省 如今成了董事长的陈金锁 思乡心切 并有意在国内投资 但由于历史原因 对国内现行政策尚有疑虑 故派儿子陈小索赴北京寻找失散多年的兄弟陈银索 陈小索下了飞机 就有一位出租车司机跑来拉克 由于出租车司机随意停车 引起了警察的注意 司机一看警察就要过来 立马让陈小索上车 然后一溜烟的跑了 路上陈小索询问大陆的警察是不是效率都很高 大陆警方的效率很高吧 您算问着人了 凡是底朝有前科的 他们一眼就能瞧出来 哦 底朝 可不 老叫过就老改过 偷过摸过上过大西北 这么跟您说吧 凡是干过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的事啊 都一碗可查 也就是司机的这番话 当陈小索对警察产生了一些畏惧 到酒店下车时 脑瓜子顶到了车门 陈小索瞬间一阵晕呼 哎呀 先生 一看啊 您就是坐惯那豪华车的了 那个 司机帮他把行李拿下了车 却望拿了手提箱 晕晕呼呼的陈小索就把出租车的座椅 荡成手提包给卸了下来 进门的时候 两个保安看得是一脸的猛低 而陈小索直到前台办理入住手续室 才发现自己手提箱一落出租车上了 他立马跑出酒店 可出租车早跑了 于是他找路边的警察帮忙 箱子有贵重物品吗 里面有我的护照 还有一些文件 还有支票本 还有美金 你是哪儿的 台湾来的 哎呀 你得到分局报案了 分局 就是公安局 什么是公安局啊 就是你们那儿的警察署 警察署 把这个报案去吧 陈小索觉得去警察局 那不是很容易就查出他的家庭背景 当即就放弃去报警 回到酒店想先休息一下再说 可身上的证件都在手提箱里 唯一的附件又在行李箱里面 而行李箱又被服务员给拿到了房间 无奈之下陈小索想打电话回去 让家里人再寄份材料过来 可打长途需要先交三百 陈小索的钱都在手提箱里 没办法 他又跑去找大唐经理 我只需要先住下 然后往台北方向打一个IDD 一切不就都解决了吗 可是你没证件呢 陈小索摸了下口袋 发现还有名片 就给了对方一张 这是兄弟的名片 台北金锁实业集团 兄弟是副总经理 这次来大陆主要是考察投资方向 光这个 英格里是Ina Back 要在八年前 说不定我会让您住下的 可现在 恐怕 你怀疑我 那是警方的事情 哦 好 你等等 拿好你的东西 谢谢 不愿放弃的陈小索 决定溜进自己预定的房间 准备拿行李箱里面的附件 正好服务员小莉 在房间清理卫生 看到陈小索要打开行李箱 就让他拿出房卡 证明自己是陈小索 可他的证件的附件都在行李箱 拿不出附件就拿不到房卡 没有房卡小莉 就不让他开箱 见陈小索想要应来 小莉就打电话报警 吓得陈小索连忙逃出了酒店 接上巡逻的巡警 老李正好接到指挥中心的命令 抓捕从酒店逃出的嫌疑人员 还有什么特征 老李发现陈小索后 立马和同事去追 陈小索跑进一个胡同 假装成理发的客人想瞒过巡警 这招虽然是骗过了巡警老李 但自己的头发却被理发师提光了 虽然有点不开心 但此时的巡警并没走远 为了不闹出动静 陈小索也只好自认倒霉 可理发师要收费的 虽然只要两块钱 但身无分文的陈小索 却拿不出一毛钱 无奈之下只好用自己的钻戒抵押 你每天都在这里吧 是的每天我都在这里 好 我把我这颗钻戒 暂时抵押在你这里好吗 这就没有意思了 这小玩意啊 小摊上一块钱 三个 不 这是石格拉的钻戒 钻 钻戒 带钻戒的能到我这个地方来理发吗 真对不起 对不起了 算我倒霉了 今天我是黑白了 这可 这可怎么 浪费了一盆水 冲下去 我这可是钻戒 雕虫小鸡 我见的多了 另一边 司机老王发现车上的手提箱后 并没有打算归还 巡警路过时 他还故意遮遮掩掩掩 这一幕正好被玛丽看到 他猜出箱子肯定不是司机的 于是跟着司机来到一家饭店 司机老王在撬手提箱的时候 饭店老板提醒他 玛丽可能是警察 一直在盯着他 顺带给老王递了根钢丝 更利于撬走 随后又做到玛丽的对面套话 发现玛丽的观察力却是很强 有钢丝吗 那桌那样的 您 您走啊 老板更加相信玛丽就是警察 很时序的离开 而老王这边 已经撬开了手提箱 里面除了护照和一堆文件外 还有一魂美钞 老王毫不犹豫的 把美钞塞进了自己的裤子 然后买单走人 先生 您这总共是275 我吃什么了 您吃的不多 可是还有外加咨询费 保密费 特殊材料费 300 甭着了 欢迎您常来 老王离开饭馆刚上车 马力就跟了上来 一听要去公安局 老王瞬间老实了 不过玛丽并没有去公安局 而是去了陵园 在这里 她仔细看了手提箱里的文件 里面不仅有陈小所的相关证件 还有她父亲写给弟弟陈寅所的信 此外还有她在公司所签订的一些客户合同 看到这些 玛丽突然有了一个发财计划 于是她让司机老王按了认罪书的手印 并没收了她兜里的美元 然后放她离开 惊慌失措的老王跑到陵园门口 此时的她突然冷静下来 警察怎么会跑到这里来办 瞬间怀疑起玛丽的身份 于是她在陵园门口等玛丽出来 老王本以为石破玛丽后就能彩色双手 可她怎么都没想到玛丽回公司 一个过肩摔就让老王服了 另一边的陈小佐由于回不了酒店 就想起父亲说过二叔住在槐树井胡同 可她问了很多路人都没人知道槐树井胡同在哪 就在她准备要不要去警察局找警察帮忙的时候 遇到一个最久的大爷 大爷告诉她 槐树井胡同已经拆迁改造 人都搬走了 这让陈小佐十分失望 可她并不知道眼前的大爷就是她要找的二叔 只是两人还是第一次见面 并不认识对方 由于槐树井胡同改造 陈小佐实在没办法 只好去警察局求助 可到了警察局门口 还是不敢进去 与此同时 玛丽来到了警察局 当然她并不是来归还手提箱的 而是按照手提箱里的信 来了解陈尹所的情况 您是 对台办的 大刘 老陈大爷有海卫关系吗 你是说他大哥吧 解放前就跑了 当过委警察 还当过警长呢 怎么他想回来 从信上的口气 好像还有些顾虑 像他这种身份 没事吧 没事 上海警察局的局长毛森还回来观光呢 军统少将 还批个警长 大了去了 查到了 搬了 住平房 周转房 这个陈尹所多大了 您找的那位是多大年纪 46岁 那不会吧 那不对 老陈大爷今年快七十岁了 不会吧 他明明说四十多岁啊 不对 你看 这本上写的呢 马力看了陈尹所的信息后露出了得意的笑容 之后便离开了警察局 此时陈尹所来警察局串门 他准备给在台湾省的弟弟写信 警察突然想到刚走的马力 便准备把他追回 对台办的那个人刚走 我给你追去啊 快去吧 那你快去吧 嗯 女警刚出门就遇到了陈小索 那么陈小索是否能和陈尹所相认呢 记得点个关注 咱们下回再聊 嗯